大家好我是時光寶箱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看完之後給個like 介紹多點朋友來看我們 上星期我們講了GPHG 日耐瓦中標大賞頭九個獎項 今星期我們希望講完 就是接下來的九個獎項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就是計時馬標的獎項 得獎的作品是Hmoset & Guga Streamliner Flyback Chronograph 這隻計時馬標的設計蠻特別的 我們一眼看上去有些像太空人的頭盔 還有它是有一個一體化的標鏈 打磨都非常精細 另外一個特別之處就是 它那個計時的起動 停止和歸零的兩顆按鈕 是放在10時和2時位置 叫做牛角形設計 這個設計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比較流行 它那個記錄計時的時間 那個顯示都很特別 因為它是用了兩支中央的指針去顯示 一支紅色一支銀色 它們分別顯示了這個秒鐘和60分鐘的計時 如果我們反轉這碗錶看看 它的機心是非常複雜 它是一個自動上鏈機心 可以提供54小時的動力儲備 我們看不到自動擺陀 原來它是放在機心和錶面中間 因為不想妨礙我們觀賞這個這麼漂亮的機心 它的錶盤是用了HMOSA一個很標誌性的煙燻的技術 以及用了灰色的 限量100隻 定價是34萬 第二個我們要講的獎項是潛水錶的獎項 潛水錶是一個工具錶 今次得獎的作品是Brightling 8年0的Super Ocean Automatic 48 Boutique Edition 這碗錶一眼看起來很強壯 原來它有一個48毫米直徑的錶殼 幸好它是用太金屬來做 不會太重 特別的地方就是它的陶瓷錶圈是雙向旋轉的 跟潛水錶的單向旋轉不一樣 它在9點位置有一個鎖 是防止錶圈意外地轉動了 碗錶是可以防水300米 是達到專業潛水的要求 自動上鏈的機械機芯 裡面還有一個軟鐵殼 是為了幫助防齒 這碗錶定價是45500元 再來一個Category 是珠寶碗錶 珠寶碗錶最重要漂亮 我們一眼看起來這個碗錶真的挺漂亮的 它是一個手壓型的設計 好像有兩個花束 得獎這個作品是Wangriff & Appell 凡克亞寶的作品 這兩個花束全部都是用18K的黃金和鑽石來做的 如果我們從中間看 可以看到那個細細的錶盤 上面雙滿了鑽石 顯示時和紛針 它是用了一個石英機芯的 定價是港幣36萬 再來這個Category 叫做工藝碗錶 得獎的作品都是Wangriff & Appell 凡克亞寶 不過這次是一個 Poetic Astronomy 向天象致敬 標盤的設計 在9點位置有Wangriff 一個很有名的小仙女 然後有3點位置 是時針和分針 下面是一個太陽的設計 上面雙滿了黃色的寶石 太陽的光線 分別用鑽石和黃金所做 標盤上面有很多個 星象球體 全部都是法郎 41毫米直徑的白金錶殼 雙滿了鑽石 裏面搭載的是 白雀供應的手銅上鏈機 可以有40小時的動力 限量3隻 定價是290萬港幣 再接下來就是小金針獎 小金針獎專門頒給一些 定價港幣34,000至8萬5,000的中價碗錶 這碗錶有些故事 得獎 Brightling Super Ocean Heritage 57 Limited Edition 2 這碗錶是Brightling 專門為今年對抗COVID-19 前線的英雄、醫護人員、各種前線工作者 Brightling 設計這碗錶是一個運動型碗錶 42毫米直徑的鋼殼 可以防水100米 特色在錶面上 藍色的錶面有些彩虹的顏色 代表了愛心和希望 限量1000隻 定價港幣37,000元 Brightling 會因為這系列的碗錶 而捐出瑞士發行50萬 給不同的前線團體 去表揚前線對抗疫情的英雄 再下來的獎項叫做挑戰者獎 挑戰者獎是專門頒給定價港幣34,000元以下的換錶 比較大眾化的換錶 但他們的功能和設計一點都不輸蝕 今次得獎的作品是Tutor Black Bay 58 Navy Blue Tutor在1958年的時候 第一次推出一隻可以防水200米的換錶 所以這個58系列就是紀念這件事 而Navy Blue 藍色在帝陀的歷史來說 也是很重要的 帝陀有很多標誌性的藍色的換錶 今次選擇了海軍艦 做了錶面和錶圈 時針和秒針上都有一個特別的遞陀特色 就是Snowbreak 雪花的設計 一碗錶可以防水200米 是39毫米的標殼 鋼鋼 裡面是搭載了一個自動上鏈的自家生產機身 是有天文台認證的 本身也有70小時的動力儲備 定價是29,750元 14個正常的獎項 還有幾個特別獎項 第一個特別獎是Innovation Prize 創新獎 創新獎是專門頒給一些在技術或功能前無來者的換錶 今次得獎的作品是Promageny Hijeri Perpetual Calendar 萬年力換錶 幾乎所有大品牌都有 這隻有什麼特別呢 原來它是用了一個阿拉伯的日曆來做一個萬年力 阿拉伯或穆斯林的日曆的時間開始是在公元622年 當他們的先知穆罕默德去到阿拉伯的時候 就是他們的時間開始 而他們每一年都是有12個月 分別是有29或30日 Depends on 月上的週期 我們看看碗錶的標面 在三、四點鐘位置的小標盤 顯示了12個月 是用阿拉伯文來顯示 紅色的就是9月 因為9月是他們的齋戒月 所以比較特別 6點鐘位置就是一個月上的顯示 9點和8點中間的小標盤 30日的一個日期的顯示 上面有一個白點 就是告訴我們那個月是29日 還是30日 而12點鐘的小標盤 顯示了一個年 而在阿拉伯日曆 30年就是一個週期 在30年裏面有11年是潤年有355日 而有19年是平年 354日 潤年是用橙色的阿拉伯字 顯示出來 而平年就是白點 另一樣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原來穆斯林的男士 不能帶紅金或黃金的飾物 所以這個碗錶是用鉑金做的 定價是港幣68萬 第二個特別獎是Obecity 大膽設計獎 得獎是兩個品牌的合作 H.Mosa Include 和MB&F 這個得獎的作品叫Andelfer Cylindrical to Beyond 他在12點鐘位置有一個飛行託飛輪 以及有一個統形油絲 統形油絲今天很少看到 但是在航海時計的年代 統形油絲是非常流行 因為統形油絲比平面的油絲 更加準確和穩定 不過它是很難做的 差不多是平面油絲的10倍時間和工序 這個碗錶是一個自動上鏈的機器 有72小時的動力 在6點鐘位置 是一個傾斜40度的藍寶石水晶玻璃的小錶盤 上面是顯示時間的 方便配戴者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碗錶是很多種不同的顏色 而每一個顏色都限量15隻 定價是港幣67萬 最後一個特別獎 Horological Vevelation 具有啟示性的獎 這個獎是專門頒給一些 10年以內歷史的比較年輕的品牌 或者是一些比較年輕的製標師 這次得獎的是兩位朋友 Piedermann和Bedek 這兩位朋友 大家一起學造標 一起去創立他們自己的品牌 這次我們看到碗錶的設計 是非常學院派的 是一隻三針的碗錶 整隻碗錶都用了很多手工的打磨 還有我們看到有很多人工寶石 紅色的寶石 顯示了錶面 錶底部也有一顆很大的寶石 另一個特色就是 Balance View 用了一個 11.5毫米的超大的Balance View 學院派的碗錶設計 是很喜歡用這些黃金套筒 紅寶石的俗成 大的Balance View 這一碗錶有一個特別功能 就是一個跳廟的功能 碗錶的定價是港幣 547,000元 也不便宜的價錢 可能是因為它的產量 真的非常稀少 這個星期一 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Balance View